另外最近景气差 那这么公益团体也由于募款困难 竟然学起了民间企业 用发奖金跟旅游的方式 来奖励募到高额款项的员工 而这样的做法虽然没有违法 不过不少民众认为 这捐款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弱势 结果这些钱的一部分 竟然被拿去当员工的绩效奖励 感觉不太好 顺手将零钱投进捐款箱中 是很多人表现爱心的方式 但你确定你的每一份爱心 都有用到对的地方吗 知名公益团体创世基金会 找到爆料将部分募的款项 当成员工业绩奖金发放 这个部分我要再澄清一下 那并不是所谓像 那个报纸上面所写的奖金 其实这是一个旅游的补助 所以我们鼓励员工拼命 让我们的主人服务 不要受到影响 基金会解释是旅游补助 不是业绩奖金 不过摊开基金会办法 白纸黑字写着 只要员工达到预定的募款标准 每超过一百万 就能获得奖金一到一万元 两百到三百万 能获得奖金二点四到三点六万 四百到五百万 奖金能获得五点六到七万元 方式去年一整年 就发放了共九十七万元 就可能就不会想再做捐钱这样子 捐给这些机构吧 因为觉得自己的爱情 好像是被人家拿来滥用的 不太认同 为什么我这个钱捐给他 他要去弄奖金 他的用意在哪里 我会不太 除非我很了解 就是你这些奖金 为什么要花给他 那我就没有疑问 那我们聘请的都是一些 专业的社工啊 护理人员 以及社府人员 希望说善款透过这些专业人员 那我们可以把服务做得更好 那善款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 依据卫福部规定 公益团体募得善款 九成要用于救济用途 只有一成能作为行政之用 创世基金会虽然符合此标准 但没有交代款项的流向 难免会造成民众观感不佳 雨电TV 陈俊杰 陈建良 台北报导